这屋车10万火急赶抵现场就看到伤者站在路边赶紧上前了解状况 时间往前推 方便车速经过路口这时候绿灯变成黄灯 但油罐车却没停下来而是直接左转 对象机车疑似强快不成却又来不及刹车 当场重摔倒地 缺壳零件散落一地油罐车占据整个车道 幸好当时已经将近凌晨12点才没有酿成交通打劫 但暗夜发生车祸意外目击民众都被吓了一跳 第一声是很大声的 然后第二声是好像自己摔倒紧急刹车来不及 然后摔累残就对了 重回事发现场就在新北市五谷成泰路三段 平常车流量大还有不少大货车经过 加上靠近台64线是当地交通要道 当时两名骑士准备从板桥骑车到巴黎找朋友 没想到行经这个路口时却发生车祸意外 幸好伤者只有擦错伤没有大碍 现场油罐车司机九车直为零 后续警方将调阅监视器厘清肇事原因 新北市新庄也曾经发生叫声逆向行驶 害机车骑士下一跳刹车自摔 机械两造双方没有碰撞 但也衍生成肇事逃逸 没有特别规定两车一定要发生碰撞 才会有相关的责任问题 这个责任包括民法上的损害赔偿责任 而前车也有可能会有刑法上的 这个过失伤害罪的相关的刑责 无论开车骑车经过路口 还是得减速慢行 千万别为了乘一时之快发生车祸 不但伤荷包也害自己受伤 今天新闻杨新王陈毅采访报导